这个现象后来在中国也发生了 这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供销合作社 是吧 就是中国啊 在中国在那个民国年间 西方的合作社运动也传入了中国 是吧 而且主要也是一些讲英语的人 虽然他们不是直接来自英国 但是基本上也是英联邦的 因为这种欧文主义的这种传统 后来从英国传到了美国 传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 然后有一些人在民国年间就跑到中国来搞所谓的 除了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像路易爱黎这些人搞的所谓的共和运动以外 还有很多人搞农业的合作运动 农业合作运动因为中国当时的那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太高 大部分的农业 大部分的农民是自给自足的 自给自足的这个合作化就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商品率很强的一些地方 比如那个江泽一带的那个商产业 是吧就是那个重商养残 卖给那个那个卖给工厂 是吧就是作为工业原料的 这个合作制也有相当的发展 那么在当时在那个共产党控制的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当年提出的主张也是说要保留资本主义嘛 只是要反封建嘛 所以他们在那个共产党统治的根据地 也搞这种这种所谓的购销合作 就是供销合作 当时主要是搞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 这两种合作社都是所谓的欧文式的合作社 是吧就是那个信用合作社 就类似于那个曼特斯特的合作银行那样的性质的东西 那个消费合作社就是那个罗奇戴尔公平先锋社那样的东西 是吧讲的简单点就是 大这个就是这些穷人啊或者说下层啊资本很少 但是我们可以集中起来 是吧那么集中起来 第一就是可以在那个消费环节啊 我们可以或者自己生产 或者就是集中团购 是吧 然后给我们的成员提供那个低价的这个消费品啊 以避免那个商业的 就是用传统的说法叫商业的剥削 是吧 然后在那个信用方面也是这样 是吧 通过那个呃我们集中资金啊来进行使用 这里我要讲呃像这样的呃信用合作啊 一开始是和我们最近呃就所谓的有努斯模式的小额贷款是不一样的 呃因为那个最近这十多年来流行的呃小额贷款 从那个孟加拉起源的那个小额贷款 他其实还是完全按照商业模式来运作的 是吧 也就是说小额贷款的利率是非常高的 是吧 他主要是满足于一些小农户的那个特别紧急的需要呃 呃但是那个罗奇代尔和那个欧文导的那个合作银行呃 呃他就是要强调呃利率优惠是吧 那么利率优惠当然就不可能完全面对呃整个社会 所以他还是优惠呃成员的是吧 所以他还是一种呃成员互助性质的那种银行 那个曼特斯特合作银行当初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但是他后来一直存在到现在呃 实际上呃他后来的那个经营也是开始有所谓的多轨制 就是对呃对那个成员呃是一种呃服务模式啊 就是有那个所谓的优惠利率啊什么什么 但是他同时也是发放商业性贷款 而且也提而且也接受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啊 就是那种资金的进入是吧 就等于是变成一种呃那种双轨制的那种 就是对呃对合作社成员和对呃外部是是是是有那种呃 双轨制的但是还是在呃实行吧 那么当时就是这种合作制呃这两种合作形式 一种信用合作一种呃一种呃一种呃 一种消费合作啊就成为合作制运动的一个主流 那么当时在中国也就呃在民国时期的国统区和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呃都搞了都提倡那个消费合作社呃 呃在五十年代呃在呃中国农村开始搞所谓的互助组的时候呃也同时在农村提供呃提倡搞那个呃那个农民的供销合作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供销合作社这个呃称呼呃当时的供销合作社也是按照欧文的模式由农民集资搞起来的 而且当时理论上讲呃呃这些呃呃供销合作社也是农民的呃那么他们的管理也应该由农民来管理是吧呃呃 呃目的也是为了给农民提供呃呃那种廉价的消费品呃减少那个呃呃那个商人的呃中间的盘剥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1956年以前中国的商业还是有很多那种呃呃私营环节的就是当时呃呃尤其是基层的商业是吧那个那个农村的商业当时基本上还是呃呃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吧还是有私商的 那么他们就说这种东西可以呃呃呃可以呃呃给农民提供那种廉价的消费品呃什么所以当时呃呃这个供销合作是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也是带有欧文主义的那种呃色彩但是后来中国进入高级社就从初级社进入高级社这是一个转折是吧如果说初级社还是有一点合作制的呃呃那种呃呃那种色彩那么到了高级社就已经完全是国家管死的了是吧包括生产资料的性质也改变了呃呃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农民进入初级社 社的时候第一是呃呃当时相对而言还是志愿的是吧当时并没有呃呃强迫呃呃这些人必须入社第二你即使入了社他那个大农具耕牛和土地他还是入股的是吧并没有说产权就变成是集体的了是吧那么到了高级社就不一样了到了高级社第一他的强制性提高了就是你必须加入 第二就是你加入以后也不再讲什么股份了你进去以后就只有公分可拿那个土地啊大农具啊耕畜的分红也都取消了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那么这么改变以后当时也对供销社也进行了类似的做法就实际上呃就在大概是五六年到五九年期间吧把全国各地的这些供销合作是 全部变成了由农呃呃呃呃呃呃继织而啊搞的那种呃呃那种呃那种呃呃那种呃那种合作制经济变成了官商呃以后呃呃中国的供销合作是包括金燃呃呃呃�呃曾经我们很多朋友曾经干过的那机城的那些呃呃那些呃呃呃那些国营商店是吧都是叫做供销合作是呃呃当时中国的商业模式就是每个线有一个商业局商业局下面每个乡镇呃 就有合作社 有供销合作社 然后乡镇以下就有合作社的所谓的 有的叫做代销点 有的叫做什么分社之类的 是吧 就是那就已经完全变成那个国营商店了 已经完全变成那个官商了 而且和农民的关系已经完全没有了 就是合作社唯一的功能就是作为国家统购统销 政策的一个一个基层机构 采取垄断性的低价 把农民的农产品都收上来 然后又采取垄断性的高价 向农民销售那个工业品 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和欧文的那套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了 但是这个这种影响还是有的 就是在那个90年代的农村改革中 还是有不少人像那个郭书田先生 像很多包括我本人也写过这种文章 就是希望那个农村 因为当时面临着供销合作社改革的问题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 基层的供销社基本上都垮掉了 因为那种官商是没有办法跟那个市场经济中的这些 这些自由商人竞争的 那个基本上要么就是承包了 要么就是解散了 那个供销 传统的供销社基本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供销社下一步该怎么走 当时就有好几种说法 一种就是就是把它交给某一个私人 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就变成一个就是内部人就把它给分掉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把它上收 就是下面的供销社经营成本太高就不办了 然后就把它都归到县里头去 但是很多人认为还是应该回到当年所谓的供销合作社的初心 把那个股份归还给农民 恢复成为一个农民合作的这么一个经济组织 但是这个 后来因为由于中国各方面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最后也没有走得通 那么这个就是合作运动的一个环节 那么合作运动 它目前就是在世界上在两个领域还是比较成功的 一个就是在城里头通过那个那个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方式 除了罗奇代尔模式以外 在那个二十世纪就是战后吧 还提出了一个西班牙的所谓的蒙德拉贡的那个模式 在西班牙与地区包括西班牙 包括那个拉丁美洲都非常流行 就是也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在罗奇代尔看到的那种模式 但是当然蒙德拉贡他强调的就是还要搞那种 还要搞那种就是那种规模化经营 就是在阿根廷在布林诺斯艾利斯有很多蒙德拉贡式的工厂 但是这种工厂在后来的就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啊 普遍效果不佳 基本上现在也都不太沉气厚 那么真正这个合作制那个作用比较大的还是在农业领域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领域 那么这种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领域不仅在北欧在英国在美国都很发达 而且在东亚地区他也是非常发达的 大家知道如果你们到了日本到了那个那个那个台湾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农户都是和合作社挂钩的 是吧 那个所有的地方都有那个那个合作社和所谓的农会 而且这两者经常是经常是连在一起的 是吧 就是农会和农会和合作社基本上是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啊 就是给给农民提供一种那种生产上的和社会化市场的一种联系啊 和那个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联系是吧 就是通过农会和民主政治挂钩通过合作社和那个市场经济挂钩啊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罗奇代尔看到的这样一种传统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 那么福利国家这个事情起源也很早了 按照现在的一些人的理论说是这个英国的福利这个国家由国家承担责任的福利制度 起源也很早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是起源于1601年的伊丽莎白祭品法 这是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些教科书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1601年的确是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这个这个时期制定了一种法律 叫做pool law 是吧就是穷人法 但翻成中文以后就一般把它叫做济贫法 因为它是那个理论上讲这种法律是对是对付穷人的 而且说是提出要保障给穷人一些保障防止这些穷人流浪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从字面来讲这个词是没有济这个含义的 它就是平民法或者说穷人法就是那个pool law 而且到了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个法叫做old pool law 就是救济贫法 这个救济贫法虽然在很多人的教科书里头把它列为福利国家的一个源头 但是照我看它和后来的新济贫法就是new pool law 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认为甚至是对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那个1601年那个时期 英国还没有民主制度英国还是一个那个那个那个封建的国家 而且1601年我们大家知道从和欧洲典型中世纪不同的就是那个时候英国也出现了王权的壮大 在王权很弱小的情况下是没有这种事的 是吧因为大家知道在呃大宪章的那个时候一二一五年的那个时候英国几乎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呃归一个一个的领主 是吧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的国家控制人的能力很小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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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也是有两面性的 第一它是不自由的 第二它是有保障的 因为那个主人 你是这个主人的农奴 你要为主人效力 但是同时主人也会成为你的所谓的保护者 所以那个 马克思主义曾经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说 无产阶级连农奴都不如 说农奴还是有保障的 但是现代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保障 这是马克思的原话了 当然我们看到可能19世纪的那个时候是这样 现在你能够说 发达国家的工人没有保障吗 当然保障很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 就是在农制时代 人们的受属负和受保障 其实都是在小共同体范围内解决的 就是你受属负 你不自由 是因为你上面有领主 你受到保护 也是因为你上面有领主 你的主人 一方面约束你 另外一方面也是你的保护者 但是在1601年那个时期就是都多时期 是吧 都多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亨利巴士 他通过玫瑰战争削弱了贵族 玫瑰战争以后英国的老贵族基本上就都垮掉了 通过亨利巴士的宗教改革 他把教会也给收拾了 那个亨利巴士的宗教改革啊 他除了颁布自尊法案 让那个英国的教会都接受国王的领导 而不是接受罗马教皇的领导以外 他在经济上也采取了那个 一些削弱教会的那个措施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没收了大量的教会领地 是吧 然后变成是国王的领地 使得这个国王变得很强大 那么在这个国王强大的这个时候 他就提出了这个伊丽莎白祭品法 是吧 就是或者说叫做那个奥尔德普洛 但是当时因为英国是个王权强大的国家 相对而言了 不能和秦始皇相比 但是比那个比那个 比大宪章那个时代是强大多了 所以这里我要讲啊 其实如果你不考虑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直接从贵族制过渡到宪政 也是不可行的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 把大宪章的意义讲得很大 大宪章的确是也有相当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英国走向宪政的过程 他不仅要削夺 他不仅要剥夺王权 他也要剥夺领主权 是吧 你这个在一个到处都是领主的时代 也不可能有民主制的 是吧 所以英国的宪政制度啊 实际上就是由于种种的历史机缘 那个代表自由的力量一下子联合王权 干掉了领主权 一下子又联合领主干掉了王权 是吧 结果在这个一下一反一伏一反一伏的这个过程中 领主和王权都不断的在削弱 然后市民的权力成长起来 最终就有了宪政 是吧 你单独讲其中的一方面是不完整的 是吧 如果你只是讲大宪章 那么你就很难解释 亨利八世和都多时期的那个中央集权的那个趋势 是吧 那么英国在那个时期是 国家的权力是不断胀大的 不断胀大是有利于市民的 是吧 因为他国家胀大 他是以削弱领主为前提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了伊丽莎白的祭贫法 可是这个伊丽莎白的祭贫法 因为他是在专制条件下搞的 所以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和成民的义务 讲到简单一点 这个伊丽莎白祭贫法 非常类似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搞的强制收容法 这个伊丽莎白祭贫法 虽然现在被我们认为是福利国家的源头 资本论里头 资本论里头把这种法律就是那个铺落 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做血腥立法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法律 其实它的重点是禁止流浪乞讨 讲的简单点就是你穷人如果在那个社会上流浪 如果你乞讨那国家就要派出警察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然后就送到一个祭贫院里头去 那个祭贫院在最初阶段就是一个强制收容所 当然它的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有人饿死 是吧那个伊丽莎白祭贫法里头的确有这样的条文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发生有人饿死 当地的地方官是要受到追究的 这个在领主制时代是没有这个说法 当然你国家强大了就会有这种 就会有这种要求下面的人承担责任 是吧就是说如果下面如果这个地方发生饥荒 有人饿死那要追究基层官僚的责任的 是吧那么防止饿死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他要防止流浪和乞讨 为伟大的那个那个杜多王朝脸上抹黑 是吧那个那个搞得这个这个这个 显示不出大国崛起的那种风尚 是吧所以这个流浪和乞讨都是不被允许的 当时就说那个你看到流浪乞讨 你就要去看如果这个人是老弱病残 是吧那么就可以把他抓到那个 祭品院去由国家给他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而如果这个人是年轻力壮的 最后也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 但是送之前要把他给抽上50鞭子 是吧就是那个有有有要对流浪 而乞讨的人有边刑 而且那个161160一年的那个法律 甚至还有一条 说那个 呃给流浪 給那个乞讨者呃呃呃 额呃呃紀少的人啊也应该 受到呃 shoots 尤其是你不思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的 捕死 但是如果你是给一个年轻力壮的乞讨者不失 当时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因为你助长了懒汉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你应该把这个人扭送到那个 那个那个国家的祭品院去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在1601年以后啊 在各地都搞了祭品院 我们这次行程中 在那个约克那里也有一个祭品院是 好像我们是可以去参观的 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祭品院遗址 好像现在也是什么 什么 什么 一个 一个什么地方 是吧 就是那个时候在这里 英国当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搞了很多的祭品院 这个就被认为是后来福利国家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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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前身吧 就是那个所谓的祭品法 而且这个英国的这个祭品院啊 对中国的影响也很深 因为那个1870年代 郭松涛刘锡红这些人 作为中国的大使 来到英国以后 他们的日记中也都 也都提到了英国的祭品院 而且 对之称赞有加 认为是 英国 亦可见英国仁义之一端也 是吧 说说那个是 可以看出英国这个国家仁义的一端 但是那是1870年以后的 祭品院了 1870年的时候 英国已经是个民主国家 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国家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普选制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国家的权力 已经受到严重的约束 而老百姓的权力 我这里讲的是right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保护 那个时候的祭品院 已经不是伊丽莎白时代 伊士时代的祭品院 但是他的名称仍然是原用的 是吧 所以那个 你们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郭松涛日记里头的描写 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 而且 而且这里还有个故事 郭松涛这个人 让他去参观监狱 让他去参观祭品院 他都是拒绝的 他认为这个搞的是形象工程 是吧 这个英国政府让我们去看的 肯定是他们事先布置过的 是吧 结果他就不去 不去 我在其实我在我的书中也提到 但是他悄悄的记下了这些地方 是吧 然后就找了一个机会 然后就走到这个地方的附近 然后就说 我要去看 是吧 就是那个 他认为是当时没有 突然袭击 是吧 是没有人特意安排的 然后他就去了 去了 一看果然那个情况很好 是吧 然后他就说 他就服了 说哎呀 真的英国人搞的 真的是不错 是吧 说那个祭品院都很干净 什么什么 那里吃得也很好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但是那是指 那是郭松涛那个时代的情况 就是1870年代的情况 实际上在17世纪 英国 建了很多的祭品院 那个祭品院 你说他是保障 他也的确是保障 因为他防止有人饿死嘛 但是那是季品院 第一条件很差 第二进了季品院 就等于是进了那个收拥所 那是你是没有自由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那种救济 其实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的权力 而不是国家的责任 是吧 不是说你想去就去 你不想去就可以出来的 是吧 而是你想去的时候国家他可以不要你 是吧 但是你 你国家如果要把你抓进去 你也是不能不去的 是吧 那么国家把谁抓进去呢 就是那流浪乞讨的人 而当时在那个200年期间 那又是全地运动盛行的时期 所以中国 那个时候的英国的确有很多无地农民 是吧 所谓的羊吃人 这个我后面要讲 其中有很多 与事实不符的 那个那个东西 有很多误解 但是的确那个时期 英国的社会上流浪汉比较多 这也是实际情况 就是全地运动以后 原来那一套传统的农村公社制度 没有了以后 第一是人们的自由度提高了 可以有权力流浪了 那以前 大家都是农奴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有流浪汉的 因为你没有流浪的权利 是吧 但是第二 你那个原来的宝藏也消失了 那么你就有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自由从来对人而言都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 是吧 一个就是你 那个那个那个 摆脱了属富的自由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失去了保护的自由 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 这些流浪汉就是 伊丽莎白 纪贫法就规定这些人要强制收容的 那么当然这个就引起了很多的问题 像那个 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头 就完全把这个作为原始积累的一项 很残暴的措施来讲的 是吧 一方面通过全地运动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另一方面又通过血腥立法 把这些无地的农民 强制的用来 让他们去劳动 成为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来源 这里我要讲 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是吧 我们以后讲到全地运动的时候 还要谈这个事 但是那个时候的福利 的确和我们今天讲的福利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讲的福利是在民主条件下 老百姓要求国家提供的福利 是吧 这个福利啊 在2003年中国发生生志刚事件 宣布废除强制收容恶法 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民政机构都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是吧 其中我觉得最典型的是天津市民政局 天津市民政局在2003年废除强制收容条例的时候 他就公布了一个新的条例 这个新的条例说我们的收容所还是要办的 是吧 因为那个流浪乞讨者还是需要救济嘛 他说但是这就应该是真正的救济 是吧 就是这些人需要我们救济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不救济的 但是这些人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把它扣在那儿的 是吧 其实就是八个字 叫做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是吧 这个就是说 接受救济是我们穷人的权利 是吧 是你政府的责任 是吧 我们需要救济 你不能不给 你不给我们就要抗议 是吧 但是我们不需要 你不能把我们扣起来 大致上就是这样吧 哦 哦 哦